所以請問你 這個算出來是誰 是不是負3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希望你背喔 來 你看喔 對稱軸是不是叫2a分之負B 所以你馬上可以找出他對稱軸的方程式 叫做X檔多少 負3 對吧 我跟你講 我希望你背對稱軸方程式 我希望你背 但是我再強調一次 理想狀態是你會推 對不對 你會推那是最棒 那如果不會推 只能說就是你記下來 其實對你也蠻有幫助 好 然後接下來同學你再看我這邊喔 對稱軸一定會通過這個Powerku線的什麼點 0點 來 你把這個點標出來 這個點我拉到下面來 請問你 這個點的S座標是誰 喂 這個點的S座標是誰 就是負3啊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點的Y座標呢 很簡單 因為所謂的函數就是一台機器 對吧 當S等於負3的時候 Y會等於多少 你把這個負3丟進這台機器 讓它運作一下不就算出來嗎 對 負3帶進去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這個點的Y座標 對吧 函數就是一種對應關係嘛 你把負3丟進去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Y 我現在只知道S是負3 但是Y是誰我不知道 所以要算一下囉 來 我們現在帶進去喔 負3帶進去的話 來 90 Y會等於多少 它會等於3 乘上 這裡是負3的平方 加上18 再乘上負3 再加上多少 29 OK 來 這個是誰 93 27 然後這裡是減掉多少 18 18 -3是減掉54 然後這裡再加多少 29 所以這個酸酸也是誰 酸酸也是2喔 欸 帥哥這裡我有拍到 這裡有沒有 來 所以請問你 這裡是多少 2 所以銀點座標是誰 銀點座標叫做-3 所以我要同學去感受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同學去感受一件事情 同學背對勝軸好不好 好啊 緊急速度快很多對不對 當然你說的時候可以不要背 可以 不要背那你就要對他做出配方 就是要配方 這樣可以齁 好 等一下我再用幾個題目示範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課本力179頁 來 預備 我們有進度喔 來 那個輝哥幫我拍這邊啊 欸 不要深刻聊天 下課再講 對 下課再講 好不好 你可以回家 然後門關起來 我們就慢慢來講 可以嗎 高興都可以 來 179頁下面的隨堂練習 這一題我帶你做喔 Y等於 Y等於 2S平方 加上8倍的S 再加上5 跟著我寫齁 他說你要把這個拋物線做一個動作 把它怎麼樣 你看題目啊 把它往左移動兩個單位 來 往左兩個單位 然後再往上幾個單位 再往上5個單位 你會得到一個新的拋物線 請你幫我把那個拋物線的那個fx 我把它找出來 這種題目 同學你應該會吧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我在第幾頁有講過評語這個概念 93頁 我都已經背下了 你可以放到93頁去看一下 評語這個概念我93頁有講過 所以你要回去看一下我的理論 OK 來 那現在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寫 來 我可不可以問你 請問你喔 來 說想看完這邊 往上5個單位 所以你要把Y改成Y-5 非常內涵 來 寫他去 Y要改成Y-5 為什麼 相反效果 對不對 相反效果 你要往上5個單位 你要把Y改成Y-5 一般來講 減感覺好像是往下 但是它是一個相反的效果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然後會等於 來這裡是兩倍的 你告訴我 往左兩個單位喔 往左兩個單位 所以你要把S改成什麼東西呢 S加2 沒錯 S加2 相反效果 記得嗎 請看93頁 然後這裡是平方 就這樣子 只要把S換成S加2 突進就會往左兩個單位 好 然後這裡全部都換掉 這裡加上8倍的 把S換成誰 S加2 不要忘記後面還有一個人喔 叫做5 來 我告訴你這個就答案了 只要你懂平移的概念 其實你根本就直接寫答案 就這樣 可以啊 欸我跟你講考試寫這個答案 其實有點不太好 因為通常我們會希望你同學 最後怎麼樣 去做整理 我整理一次給你看喔 來我整理一次給你看 來 y-55 欸跟著我一起寫喔 y-55 4X 對 再加多少 再加4 漂亮啦 然後再來 後面這裡再把它打開 這裡有幾個X 8改X 8乘2多少 16 然後再加5 我要你就慢慢寫 這種東西你就不要粗心 就慢慢寫就好 所以這個東西 來我們現在稍微整理一下 把2乘進去 所以這邊會變成兩倍的 X比之方 欸看這裡喔 2乘以4X是幾個X 8X 再加8X 所以是幾個X 16個X 常數項的部分 2乘以4是8 8加16是多少 24 24加5 所以是多少 29 你就慢慢寫嘛 對不對 這種東西慢慢寫就不會有問題 然後你說 剛才有同學說 老師這裡-5 這個-5 把它怎麼樣 把它翻過去嘛 所以翻過去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發現 來 Y就可以寫成2X 幾次方 平方 再加上16倍的X 然後兩邊同時加5 29加5 所以是加多少 34 對不對 經過我們的嚴謹的計算 比例吧 最後算出來答案就這樣 我應該沒有算錯吧 你幫我檢查一下可以 這樣 沒有錯啊 最後答案出來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平易很簡單喔 平易是4個病患裡面 我個人覺得還算是簡單的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要繼續講重要的題目 翻到180頁 來往後翻 180頁 180頁我要講哪一個立題欸 我要講立題機 不 這個立題機我希望給他三個讚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蠻基本的喔 我給他三個讚 我現在帶你做一次喔 欸 看一下那個立題機 他說給你一個二次函數叫做y 檔比什麼東西 負s平方 加3x 再加1 然後他問你說 他要求y的什麼值 求y的最大值 最大值我們英文用messima來表示 這樣可以嗎 這個代表最大值的意思 還有請問你 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 然後問你說 詞詞 你的x會等於多少 OK 來 你看我做就好 來 看我做看我做 這很簡單 哎呀 我做一遍給你看喔 來 你想這個 謝謝天啊 好 欸 你們會怎麼做 首先嘛 同學 你對這個圖型應該要很了解 平方向的係數是負的 它是一個開口朝哪裡的拋物線下 所以這個題目的第一種處理方式是這樣 你知道它的圖型 是開口朝下的拋物線 你先把它畫出來 對吧 然後每個拋物線都有一條什麼軸 對稱軸 然後我希望你 拜託你 對稱軸要背起來 對不對 請你告訴我對稱軸 方程式叫做x什麼 等於誰 2a分之什麼 負b 對不對 理想狀態是你會推 那不會推你至少記下來 來 2a分之負b 我們馬上抓出它對稱軸 來 請問 a是多少 看這邊 a是多少 負1 所以2a就是2乘以多少 負1 負b 1是3 所以負1就是多少 負3 ok 所以我們小心的算 這個算出來的是誰 2分之3 對不對 對稱軸叫做s等於2分之3 你把對稱軸抓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喔 你的領點的s座標 你就已經知道囉 請問你領點的s座標就是誰 就2分之3啊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應該馬上就要算什麼東西 領點的y座標 對吧 我希望知道當s等於2分之3的時候 我的y是多少對不對 所以就把它帶進去啊 來 2分之3帶進去喔 所以你會得到負的 對不起我寫這邊 負的2分之3 3 平方 加上3 再乘以乘2分之3 就帶進去嘛 然後再加上dota 加上1 那算這個東西是小學數學嗎 是小學數學嗎 我不太清楚 好 我們看一下喔 來這個出來是負的dota 欸 講話啊 這負的dota 4分之9 然後這個是2分之9 2分之9它可以寫成4分之多多 18 然後1可以寫成4分之多多 4分之4 就慢慢寫嘛 對不對 同學你不要什麼奇怪的清算 就慢慢寫 那寫出來之後 欸 你告訴我 這個加起來是4分之多多 欸 在講話啊 13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哇 頂點的y坐標 我也找出來囉 叫做4分之多多 13 好 欸 這題算懶的喔 為什麼 因為它數字配著畫好看 欸 靠這邊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喔 這個發露線上面有好多點 想像這裡有一個點 叫做動點 這個點會動 這個點它有s座標 有y座標 那現在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當這個點在動的時候啊 它的y是不是會跟著改變 對吧 會跟著變 然後請問你 這個點跑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y會有最大 就頂點嘛 就好像你在爬山一樣對不對 你爬到最高峰 這個時候你的y是不是最大 你聽懂他感覺嗎 郭忠老師應該也是類似這樣教 所以同學你現在應該 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就好像在爬山一樣嘛 對不對 然後走到這裡接下來就下坡了 請問你y的最大值是多少 4分之多少 23啊 要4分之13啊 對不起 對不對 頂點啊 開口朝下的發露線 一定有什麼值 一定有最大值 最大值就發生在頂點這個地方 懂不懂 然後我再問你 當它產生最大值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x是多少 2分之13啊 所以請問你 這樣做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我現在要講另外一件事喔 如果我同學說 老師那我就是不想背對稱手 或者我真的就不知道這個東西 那這一題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 那你就回歸到更原始的方法 對這個東西做什麼 配方 我配一次給你看 y等於 配方的話要把誰提出來 把負一提出來 然後這裡是s平方 這裡要寫什麼 -3x 好 欸 我應該沒寫錯吧 欸這裡配方要配哪一個數字你說 2分 欸一半喔 -3切一半是2分之3 平方是多少 平方是多少 4分之9 9 對吧 配方應該可以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這裡有個負號不要忘記它喔 來 負號乘上這個4分之9 代表其實你減了4分之9 所以你後面要怎麼樣 要加回來喔 所以要加4分之9 你們會配方嗎 會齁 欸你知道嗎 從這一屆的國一喔 你們現在高一對不對 這一屆的國一開始 他們已經不學配方法了 已經不學了 所以你說老師 那他們以後念高中怎麼辦 我教變成是高中要教 他們國中已經不再學配方法 這一屆的國二還要學 他們是最後一屆的 就現在念國一的不用學配方法 就是 就是還蠻難的對不對 國會很難 但是反正就是說 以前國中你們要學 但是現在的國一 如果你有爹爹妹妹現在念國一 他從國一念到國三 他絕對不會聽過配方法這個字 因為那個變成是高中要教的 來那你看這裡喔 這一個東西 你看高中老師多可憐 還要教一堆國中數學 那國中老師到底在幹嘛 太奇怪了吧 來這裡是s加還是減 講話啦 快點啦 減量多少 2分之3阿 的平方 然後 1加4分之9 這個是多少 10分之幾 13 10分之13 好 聽我分析喔 來招選你看到這邊 s減2分之3的平方 這個東西一定會怎麼樣 我現在講的是這一個傢伙 你不要看這個符號 你不要看這個後面這個常數 你看s減2分之3的平方 平方一定會怎麼樣 大於或等於0 對不對 阿前面加一個符號 代表這個傢伙 他一定會怎麼樣 小於或等於0 你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這樣寫會不會太快 會不會太快 可以嗎 平方是本身大於等於0 可是我加了一個符號 所以他就變成小於等於0 小於等於0 再加4分之13 代表這整坨東西一定會怎麼樣 小於等於多少 4分之13嗎 欸對吧 這個東西本來他小於等於0 阿兩邊同時加4分之13 對不對 所以他就小於等於4分之13 這裡的時候你就知道 來請問你 這個4分之13就是他的什麼值 就是他的最大值阿 其實你透過配方 完全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透過配方可以看得出來 最大值是4分之13 而且請問你喔 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 就是當這個傢伙怎麼樣的時候 等於0的時候 他一定要等於0才會有 等號才會成立 就是s等於2分之3的時候 這樣聽懂嗎 欸我可以問為什麼 為什麼他一定要等於0 才會有最大值 如果這個傢伙不等於0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不是0的話 平方會變成正的 而且沒有個負號 所以他會變成負的 負的數字加上4分之13 就會比4分之13來得更小 所以就不會是最大值了 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國中老師怎麼會交過啊 這樣有齁 所以同學這個東西我告訴你喔 你要這樣做也可以 你要配方去做也可以 隨便你都可以做